语言学研究所 大家好,我是中生大学语言学研究所张龙兴老师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黄慧华老师来帮我们谈谈有关华语课程的内容 黄慧华老师是目前我们语言学研究所的见证老师 他在文学院的华语文教学学程中负责多门的华语课程 请问黄老师如果学生对华语文教学有兴趣 有什么课程你比较推荐 对于如果有心想修华语文教学程的同学 我会比较推荐汉语言学 为什么 汉语言学里面讨论的东西非常的多很广 可是对于汉语的掌握可以是得到非常丰富知识的一门询问 我们的内容上 从语音是怎么产生的 从这个还有我们的语言呢 它是有什么特色 有事实上语言这么多 那么华语只是众多语言中的一支 那么语言的话我们怎么替语言分类 那我们人都有姓有名 那么语言是不是也有它的谱性呢 是的 就是语言有它的谱性 所以我们也有语性也有语族 那么从这些背景开始谈 然后谈到汉语的语音 词汇 语法 再来是汉语语用甚至于篇章 这些领域我们都会讨论到 所以等于说这样一学习修这样的谱课的话 其实可以把整个华语的各个领域都探讨得边 不过当然这是比较基本的部分 那如果有学生他其实不一定要从事华语教学工作 他只是想要认识华语相关的内容 那是不是有什么课程里面就要推荐 那如果是没有想要学华语文教学学生 可是对华语有兴趣的话 那么我还是一样推荐汉语言学 因为汉语言学是我们华语课程里面最基本的一堂 那么在这一堂里头他所学到的领域就如同 我刚才所讲到的有好几个领域 那么在你读了之后 你会知道自己可能对哪一个部分是比较有兴趣 或者是说哪一个部分呢 可能就是觉得说可能华语他不适合我 所以在第一堂课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华语的各个领域 那么你对于哪一个领域特别有兴趣的时候 可以从其他课程再去深入 比如说像汉语言学里面 假设学到词汇的部分第三章 那我们讨论到这个词的结构 词是怎么分类的 然后词它的特征以及它的功能等等 那么在词汇学的时候 我们有另外一堂课叫做汉语词汇学 汉语词汇学的话 它的深度会更深 更广地来讨论词汇方面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像语用学与华语教学 它这堂课也是对汉语言学里头 语用的那个章节它的延伸 那么就更广地把语用学这整个学问 就是做一番探讨 所以从汉语言学这个基本的课程里面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心绪 然后如果有意思加深的话 再修其他的课程能够更加的简单 那在你的那个课程里面 有没有属于比较应用性的呢? 如果要说应用性的话 我想最应用性的就是 语用学与华语教学 那有没有实际的 比如说教材的设计课程? 如果是设计方面的课程的话 我会比较推荐就是华语语法教学设计 那么这场课里面并不是指 虽然题目是写的华语语法教学设计 可是事实上这个华语语法 它强调是对外汉语教学法 而且它所涵带的领域 不是只有语法层面 也有语音、也有词汇、也有汉字 甚至于文化方面 那么这一门课相对于华语课程的其他课程 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这堂课 特别是针对母语非汉语的一些学习者 那如何的来教他们? 那么我们在这堂课里头 可能会先学到是说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这个领域里面 你到底需要先具备什么样的知识 你了解教学上应该会有什么样的难点 然后我们在盛学期的后半的时候 在你的每一个领域都先做一些背景方面的充实之后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教学设计 那么这个教学设计也不是说没有招法、随便教 我们有很多就是有特长课或是课本 或者是一些内容 提供我们很多就是很精确的设定 我们把学生辈子的需求、各项的设定 都把它列得很清楚 然后我们做的教育设计会比较重要 听起来课程的安排也蛮丰富的 而且学生可以从你的不同的课程中 学到很多有关的华语教学的一些知识 那在过去学生修课的这个情景之下 学生的各方面表现 你的观察是怎么样 以我们中正学生来讲 这几年的变化是有新的同学 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努力 目前的情况比较处于M情况的情况 就是说有的同学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会非常的努力 所以在学习上或是表现上都在非常的前面 但是也有同学就是可能就是休课只是为了休课 那这样子的表现自然就是可能会在比较后端 不过在上课的时候可以观察到 就是同学上课的时候兴趣 那个眼睛是发亮的 然后就是在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不是只有上课 我们也说都会有一些互动和讨论 那同学常常都会也会给我一些 比较特别属于他们的一些意见 那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趣 尤其像体用学这堂课 因为这堂课主要的余料就是来自生活上 所以我们就会在课堂上里面 讲很多实际的例子 那同学也会觉得说 跟他们的生活是很贴切的 比如说我讲说我要去上课 这句话如果是同学自己对他的室友讲说 拜拜 我要去上课了 那他的上课是去听课 可是如果是我跟我家人说 哦 我要去上课了 拜拜 我这个我要去上课是我要去讲课 这个句子在句法语意上面都是一模一样 看起来是一样的 可是为什么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解读 那这个就是余用玄他透露出来的这个情境 情境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语句的解读 所以余用玄我想很多同学都会觉得它是非常实际 使用然后有趣的一样 那如果同学 比如说刚进到中正大学 他对我们的学程的话还不是很了解 那对新生你有什么建议吗 新生的话 其实我们学校的学生有很多人是非常有想法 他们从大一进来的时候 就是可能就是先了解学校的课程 从大一就开始修华语文教育学程的课 那如果要修课的话 我会建议就是先修汉语言学 因为这个几乎是所有学文的基础 就是汉语言学你把它基础拿稳之后 之后再修任何一堂课 你都会觉得比较轻松 比较自在 那所以如果说一定要先修的话 我建议是修汉语言学 那如果说你不晓得该修什么华语课 可是我可能就是只有这样的语例 可以修一堂课的话 那我也是建议就修汉语言学 就修一堂就整个汉语的领域 就全部都涉猎一遍 那如果有想要再深入的话 再修其他的课程 因为像汉语言学可能也会挡到汉语言法 就是你修汉语言法的时候 必须要有汉语言学的基础 那还有华语言法教学设计也是一样 华语言法教学设计就是 我们既然要走设计 就是必须你要有东西 有背景知识在后面才有办法设计 那所以如果没有修汉语言学 你对这个语言一点都不了解 那么你要设计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我想设计 可是我没有东西 我没有知识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这是为什么在这条课 我会比较要求 就是希望同学有修汉语言学 这样会比较扎实 我想中生大学的课程提供了很多相关的华语言教学的课程 那有兴趣的同学 应该可以从里面获得很多宝贵的知识 那我们谢谢黄慧瓦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分享我们的新闻 谢谢